我叫肖德俊 但是改名叫肖俊 1999年出生 我出生在一个音乐家庭 因为家庭原因 我成了一个比较感性 戏剧性的一个人 然后我特别喜欢感受身边的一切 特别主动地去感受身边的一切 然后会用戏剧化的方法 去面对这个人生 我脑子里面有很多画面 就比如说我现在举一个 我现在很强烈的一个想法 我脑子里面现在像一个 有一个城堡一样 这个城堡里面有很多旋律 很多词 很多想法在锁着 我要去寻找个答案 去把它解开 这是我一个很真实的想法 正如我刚刚说的 我喜欢去主动感受身边的一切 我其实经常照镜子 去认真地看镜子里面的那个我 虽然看了看都感觉不像自己那种正常 但是会有时候说你是不是变得自己不想去变的那个样子 所以照镜子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很神奇的繁星 我其实最想是带给别人能量 能量包括很多温暖快乐 但是绝对不是伤心负能量 我觉得虽然感觉听起来很简单的是 能给到别人东西的话 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 通过很多方法 我的音乐 我的 对他们的方式 我的性格也好 所以我的 想成为一个 能够带给别人东西的一个人 其实人很奇怪 会有一个矛盾的地方 比如说我现在刚出道 刚踏入社会 我去很努力地去学习东西 但你学习东西的时候 你会变成一种 太过于学习 就会听太多别人的想法 我当然是主角在人生里面 因为想自己 抽象画的时候 我是在后面 看着我自己 看着我自己的时候 我自己是怎么做事情啊 然后想象它干嘛干嘛 所以主角一定是我自己